热爱土地的医生诗人曾贵海 今天凌晨是惊传了离世的消息 享受78岁 那么回顾他的医生 不仅是玄乎济世行医救人 也投入了文学 社运和民主运动 2018年市长选举期间 也曾经帮市长陈其迈来辅选 那么得知了曾贵海辞世的消息 市长陈其迈也在稍早表达了他的感受 真的是非常的爱痛 因为跟曾医师可以说是 30年的一师一友 他对我们高雄除了说在社运 像卫武云自然公园 以及保护高屏西柴山等这些生态 环保的议题他都不予以利 可以听到说陈其迈和曾贵海 两个人其实有超过30年 一师一友的交情 那么他一早收到了 曾贵海医师的离世消息之后 非常的难过 也提到曾贵海医生 行医救人投入了非常多的人权和民主运动 更提笔来书写对土地跟社会的一个关怀 有非常多的作品 在国内外也获奖无数 那也给了陈其迈非常多的一个引导和关怀 也因此陈其迈在脸书上也引用了 曾贵海的一个诗作来追思纪念他 那么同时也只是文化局来全力协助后续的一个事宜 那总统府也在稍早发文 表示总统赖清德呢 也是深感不舍 但也期盼家属可以珍重节哀 相信曾贵海医生的这个爱台湾的精神 将永远存在